被害初中生最新后续 多个法院发生立体 成都市教育局第一个站出来行动 13岁初中生王子耀 被同桌叫出去看地道 结果被残忍杀害 手机里仅有的191块钱被全部转走 子耀的父亲在律师的陪同下 目睹孩子试检的全过程 悲愤交加地写下要为孩子报仇血汗四个大字 因为实在是太残忍 残忍到令人发指 就连代理律师都表示难以接受 凶手是不致孩子与死地绝不罢血 更恐怖的是 这三名凶手第二天静坐无其事地去上学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极其的冷血没有人心 一直到被抓 证据摆在面前 几人才终于承认恶性 其中一人在指认埋尸地点时 吓得不停呼喊妈妈 事后子耀的爷爷回忆说 自从子耀小生出以后就经常闷闷不乐 隔三差五就问他要现金 有15块 有18块 如果拿到了钱孩子就会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反之则会忧心忡忡甚至厌血 就在被害前一天 孩子还向父亲索要15块钱 说想吃炸酱面了 谁知第二天就遇害了 网友们猜测孩子并不是真的想吃炸酱面 而是被同学勒索了 就是这么一个问父亲要15块钱 都要小心翼翼的人 居然被三个恶魔残忍杀害 而且还是有预谋的杀害 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告诉记者 为了掩埋尸体他们分两次挖坑 9号挖了一次 10号当天又挖了一次 据知情人表示 紫耀当时也参与挖坑 同学骗他说地道里有老鼠 谁知这个地道竟是同学为他准备的份 太可恨了 紫耀太可怜了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警方放话一定要将此案办成体案 由于试检报告要15到20天左右才能出来 所以如何量刑还要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进行判定 由于三名未成年都未满14岁 如何量刑成为了全网关注的交统 大家一直呼吁判处死刑 多家法院接连发声 法部能向不法让步 成都教育局率先站出来行动 在最新公布的成都市中考政策中 明确规定考生初中在校期间存在校园霸凌行为的 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 并在录取中最后投荡 成绩固然很重要 但德行更为重要 如果说各大法院的发声推动了法律的前景 那么成都市教委的中考政策改革 则是将抵制霸凌落到了实处 为所有发声的媒体 法院 个人点赞 为成都点赞 没有先例那就开创先例 年龄不能成为量刑的标准 未成年保护法也不是免死金牌 无论多久我们都会等待 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我们相信一定会赢